国际焦点 首先聚焦中东战局 以色列星期四向黎巴嫩连续发动11次空袭 目标锁定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的接班人哈希姆 面对当前炮火连连 以色列更警告将会扩大地面行动 掀起逃难潮 西班牙 希腊 俄罗斯和土耳其纷纷派出专机 协助民众撤离当地 另外还有人透过水路前往塞浦路斯和土耳其 希望远离战火 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战火越来越猛烈 黎巴嫩南部马尔甲尤恩 星期四清晨继续冒出大量冬烟 双方交战一年来血流成河 黎巴嫩卫生部长阿比亚德 星期四公布伤亡数据 双方的冲突从去年到目前为止 造成1974人丧生 其中包括127名儿童 另外有9384人受伤 与此同时 以色列星期四再次要求黎巴嫩南部边境 二十多座城镇的居民立即撤离家园 欧洲多国开始派专机载人撤离 其中西班牙国防部派出两架空军飞机 从黎巴嫩撤离大约500名西班牙人 这两架飞机星期四先后从贝鲁特起飞 飞往马德里附近的空军基地 西班牙国防部长卢伯斯不排除派遣第三架飞机 一架希腊C130军用飞机 同一天从贝鲁特机场撤离了数十名希腊人和塞浦路斯人 这架军用飞机载有38名塞浦路斯人和22名希腊人 成功降落在塞浦路斯拉纳卡 比方向佳奄 我们要订阅一下 对我们是在安全的地方 我们是在我的股亲 不必会议他 无法再拘呕 我们现在都争取什么事 有什么事 很惨 不在意外 塞浦路斯是距離黎巴嫩最近的歐盟成員國 飛行航程約40分鐘 乘坐渡輪則需要10個小時 當地政府已經全面啟動一項機制 允許第三國的民眾安全入境 陸續有一些黎巴嫩人乘坐私人遊艇 抵達塞浦路斯 另外還有百多人通過水路 乘渡輪抵達土耳其 不少人心中百感交集 因為戰火不斷打亂生活步調 與其成天擔驚受怕 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 這些黎巴嫩人選擇離開故鄉 Trippeli是遠離不遠 但是我們所有的家庭都在利益中 所以你擔心 你離開你的親愛 我們離開他們 我們可以留在那裡嗎 我們不可以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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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世界會停止 當然是 可以任何方式 在最後一天 我們希望平安 我們還是年輕人 現在是我們的時間 與此同時 俄羅斯緊急事務部表示 大約60名外交官和領事館工作人員 及家屬 星期四成功離開黎巴嫩 為了應對前線戰況惡化 爆發的人道主義危機 俄羅斯向黎巴嫩運送了 33噸人道主義援助 包括必需品 藥品 能源供應和糧食 FBI T FBI 感谢观看